哈囉大家好,我是滴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羅賓手上的書到底寫了些什麼 就開始我的介紹 在海賊王的劇情中 只要是草帽海賊團的日常 我們常常看到羅賓手上會拿著一本書 但我們好像都知道他手上拿著這本書 但都不知道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但即使海賊王有公佈裡面寫了些什麼 只是很多人都遺忘了 大概是10年前的事情 今天就來回顧一下這本書的內容 這本書的名字是《彩虹迷霧》 草帽海賊團從阿拉巴斯坦離開後 來到了一個小島 裡面有一個博士就是在研究《彩虹迷霧》 他問羅賓這本書是從哪裡看到的 羅賓說是阿拉巴斯坦找到的 羅賓說雖然不知道作者是誰 但是是在40年前寫的書 大概就是羅傑他們的年代 上面記載著《神仙柱的庭院》 以及《黃金國的入口》 博士說那都只是傳說 有些人進入《彩虹迷霧》之後都沒有回來 他的朋友就是其中一個 這時有個管理城鎮的人來到這裡 跟大家說15歲 反正就是一個廢人 跟他們說國家給的博士很多錢 但是都沒有研究出來 帶給這邊的人很多麻煩 這裡你可能會發現 跟一個真實故事很相似 這時草帽海賊團是兵分兩路的 一些人去買東西 遇到了收稅的人 跟他們打了起來 另一邊這時候有一艘船開了過來 但很奇怪的 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博士說這是50年前失蹤的船 這時他們眼前突然出現了彩色迷霧 他們正好要探索 所以就進去裡面 一進去就看到了一堆廢棄的船 突然出現了三個妖怪沒有腳 大家以為是鬼 最後發現是有人在搞鬼 但很奇怪的 這群人都是小孩子 博士看傻了眼 發現這些小孩是之前出航迷路的朋友 這時進入了回憶沙 博士和這些小朋友 小時候都在一起玩耍 注意博士以前也是小朋友 但因為有人襲擊村落 他們就往大海那邊跑上那艘海賊船 對抗那個奇蹟的海賊 但是博士被打到海裡面 這時剛好進入到了彩虹迷霧 所以博士沒有進入到迷霧裡面 而是那些朋友進入到的彩虹迷霧 故事大綱就是這樣 但只有看漫畫的觀眾會發現 根本沒有這段 沒錯這段是動漫原創的 也算是海賊王第一次提到施工跳躍 我相信大家在小時候 肯定都有懷疑過 羅賓手上的書是什麼 其實他很常拿著書 不過公布的只有這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原創 136集到143集 我認為沒有很好看 但這個故事很有可能是呼應的 廢城實驗 廢城實驗同樣也叫彩虹計畫 同樣的也是圍繞船消失出現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